王偉好 完全是就事論事 那我也想要解除我心中的疑惑 因為我一直很懷疑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 你揹了多少黑鍋 有哪些決定真的是你做的 但是外界在批評的時候 矛頭全部都指向你 剛剛已經有委員質詢到說 各黨委團隊昨天收到罰單被裁罰60萬 那我覺得基於在國會上面的倫理 以及在公共論述上面的倫理 我必須要自我揭露厲害關係 那個厲害關係是2013年 從憲法133的運動到戈籃圍的活動 我全部都是積極的參與人 在這兩波的罷免運動當中 我也是非常積極的宣傳者 策劃過非常多的活動 那因此 在今天台北市選委會所裁罰的六張罰單上面 三張上面有我的名字 那我先做這樣子厲害關係公開的揭露 會讓我們接下來的討論 會比較在好的基礎上 不要讓主委任會 不要讓主委誤會說 我在國會殿堂上面利用立委的職權 想要幫自己開脫 因為罰單給的對象是各黨委團隊 也不是我個人 我純粹用制度面上就是論事 第一個 主委剛剛你說 你對於86條的規定 你施約也不妥啦 你也覺得不應該開罰 剛剛我聽到您剛剛在回答賴委員的 質詢的時候 您的答案是這樣嗎 對 我想請教主委 第一個問題 台北市選委會之所以會啟動 這一次有關於違反86條第三項 的調查 是台北市選委會主動的 還是中學會喊請的 我想中學會並沒有喊請 就是說 他大公的案子幾乎都是檢舉來的 剛剛主委您的意思是 中學會從來沒有喊請 台北市選委會 叫他們針對這件事情 啟動調查要開罰 是不是這樣 我們收到檢舉的時候 我們就移轉給他 這是台北市選委會的權責 他應該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你剛改變你的答案了 你沒有主動發案給他 是把檢舉還移轉給他 對 所以主委您的意思是說 你不會主動 從中學會這邊發言 要求地方選委會 針對這種事情開罰 對不對 我沒有 沒有做這樣的 好 2013年 憲法133的運動 新北市選委會 中選會有沒有發行給 新北市選委會 要求針對罷免吳醫生的活動 進行調查而且開罰 我現在不是要講台北市 我現在是要講新北市 中選委會有沒有發過這個函 我想請賴處長說明一下 應該是有檢舉來 我們才轉給新北市 沒有啦 剛剛你說有檢舉來轉 我知道啦 那我現在要問的是 中選會有沒有自己發過這個函 給新北市選委會 要求他們針對罷免宣傳這件事情開罰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有檢舉案 機關檢舉案或個人檢舉案都會給這個 對啦 所以我說轉過去的不算嘛 你們有沒有主動發函給新北市選委會 要求他們針對宣傳的事情開罰 據我的記憶應該也是有檢舉給我們 我們轉給他的啦 對啊 除了轉的以外 你們有沒有主動發函要求新北市選委會 要求他們開罰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喔 到時候公文書都掉的出來 現在雖然行政官員在國會上面說好沒有任何的責問 但是我相信政治責任會很清楚 我問的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你們有沒有發言過 有喊給新北市啦 但是他那個 所以你現在答案更改了嘛 不是單純的轉嘛 是喊給 你們有主動喊給新北市要求新北市開罰對不對 沒有主動 沒有事實的話不會主動給他啦 但這個事實是這個 是哪邊來的我們要去查一下 你們針對 你們曾經發函給台北市選委會的喊文 中選會這邊可不可以提供 因為現在兩邊一定有一邊在說謊 新北市選委會的委員告訴我的是 他們第一次已經把你們喊轉回去的 退回給中選會 說他們不要罰 覺得這件事情太離譜了 太可笑了 大點宣傳竟然還要處罰 新北市的選委會把函退回去的中選會以後 中選會要再度主動發函給新北市的選委 所以不行這個案子要罰 有沒有這樣的喊存在 我現在不要考驗你的記憶啊 因為剛剛主委跟我講 你也認為說86條 是不應該去啟動這個處罰的 對於主委這樣的回答我非常的欽佩啊 所以我再三的跟主委講說 我不太確定 有多少案子 你還兜了黑鍋 現在把這些函 過去的函 全部掉出來 我們看一看就清楚了 第二個 中選會有沒有因為 在歌蘭委員合動期間當中 因為有人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把整個案子移送給台北地檢署 要求台北地檢署 去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中選會有沒有移轉給台北地檢署 這樣的案子過 因為那個涉及是不是有這個對價關係啦 那當然有犯罪 沒有答案是有還是沒有 如果有這個 什麼叫如果有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啊 那的話我們都要按照這個 所以我再問一次 你們有沒有喊請台北地檢署 針對在歌蘭委的時候 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發的記憶文 由你們中選會 喊給地檢署 要求地檢署開始進行刑事偵查 有沒有這樣的喊 有喊 有喊 有喊嘛 好 我們也照樣轉 沒有啦 你到底是轉的 還是你主動發的 我們到時候再說 包括我剛剛那個喊 請中選會移移併提供 我現在要問一個 下一個具體的問題 那個喊 發喊出去 蓋的是誰的章 中選會啊 蓋的是中選會的章 誰決定發這個喊的 誰決定發這個喊 是中選會開會議決議討論 還是中選會哪一個官員決定發這個喊 還是主委你個人決定要發這個喊 這個喊 因為檢舉案件大概有八十幾件啦 包括各機關來的大概九十幾件都有 所以我們就是有來就轉 有來就轉 所以有來就轉 有來就轉 就是沒有經過中選會的委員會討論對不對 因為這個不屬於這個 好嘛 所以答案就是沒有嘛 那這些喊轉出去 都是主委你點頭的對不對 對 只要是對外的喊 都會經過主委批 所以主委你也贊成說 由你的名譽從中選會主動發喊 不管是給新北市選委會要求他採訪 還是要求避震 還是要求地檢署啟動形式的追訴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今天你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是對到像我這樣的人 我有法律訓練 我接到地檢署的喊 我其實 心裡面上面對我的壓迫不會很大 我只是單純去然後跟檢察官講 然後我當場跟檢察官講說這件事情非常的可笑 然後我還告訴檢察官 我就問檢察官 你怎麼會辦這麼無聊的案子 他說他不辦不行 中選會轉來的 中選會要求要查 我個人只是浪費時間我沒有關係 但是你知道嗎 頭一天我去 有兩個 他們只是當權誘為他們要行使憲法上面的直接民權 結果出現了什麼樣的現象 竟然接到地檢署的傳票 那兩位年輕人我那天在台北地檢署 看到他們的時候我心情有多不忍 嚇得要死 所以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我們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竟然要接到檢察官的傳票 我本來以為我們國家的檢察官的素質 是不會 扯到去做這樣的事情 結果檢察官給我的答案 是中選會轉來的 我接下來要問一個問題喔 主委您認不認爲說 中選會的演員所做的決定 雖然中選會是獨立機關必須要向公眾負責 那是當然的 這一次台北市學委會的財法 雖然個人也很不滿 台北市學委會也要負的責任 但是中選會這件事情你們也有干系 去年台北市學委會是不是要求你們申請釋憲 關於釋憲這個問題 我們 你們否決了嗎 我們委員會提的意見是認為 你們的會議紀錄我看了啦 我下一個問題要問的是 這一種重要的對市型的投票 中選會的委員 誰贊成誰反對 主委你贊不贊成以後都要列明記清楚 要不然未來有關於整個政治公共問責責任的追究 根本不想要找誰去追 主委你認為就是 就是寫一個決議還是出席的委員 誰贊成誰反對應該要記明寫清楚 我們這種 就現在的制度跟過去的運作來講 我們並沒有在每一個案子都投票 所以你的意思是全體一致決嗎 有投票的就會分別寫出來嗎 如果有投票的話就才會寫出來 所以只要是決議的就是上面全部的人都贊成 所以上面全部有列明的都要為這件事情負責 您的意思是這樣嗎 一般算起來我們是用共識決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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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